在被扣留十天后 晋审盟2.0主席玛丽亚成 昨天下午获得释放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 今天在五届安曼警察总部 召开记者会时强调 虽然警方已经释放玛丽亚成 但不排除警方会援引 和平集会法令 再次逮捕玛丽亚成 卡利指出 虽然警方在国安法令下 可扣捕一个人长达28天 但既然警方已经录取 玛丽亚成的口供 因此无需继续羁押玛丽亚成 不过他强调警方还在调查此案 此外针对警方搜查 雪州社区自强协会仪式 卡利表示那也是搜证的行动 因为警方接获情报 只该组织接受 开放社会基金OSF的金援 而有关组织的办公室 也是玛丽亚成的前办公室 卡利认为任何组织 如果爱国就应该谨慎考虑 是否接受外国基金会的援助 他透露警方正在整理文件 如果证据足够 警方将对付涉案者 NTV7综合报道